對植到整座山似的玩具珍藏品 70吋無敵大電視 野外露天燒烤台 簡直就是男人的夢寶室 但只是經過一晚就變成一片廢墟 好像經歷了戰火洗禮 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李生在兩年前經地產介紹 租住一間位於大埔的祖屋 但住了之後 開始發現房子有不少隱患 那時候住了半年, 下雨天 就開始發覺電力有問題 電力有問題? 對, 因為一旦下雨 會有多早的電力, 我無法穿 除了電力問題外 在去年開始, 屋頂還出現漏水跡象 之後還沒有發現更嚴重的問題? 有…對上個月發覺更嚴重 因為有一塊屋頂的木架 有一塊木板倒下來了 連木的枝架也倒下來了 顯而易見, 找些鋼去裝些水 就開始跟他說租藥的問題 我就想撤離這個地方 誰知道在打算搬之前 突然天降災禍 你生的家在一晚之間 變成頹換敗雅 那裡有一點雨, 突然間… 算不算很大雨? 不算很大雨 但發生了這件事之後 那一晚真的很大雨 因為不太嚴重的雨 但上面有六條糧 即是枯糧, 倒下來了 雙子飛到地上 原來是, 突然間整個屋頂 六條橫樑倒下來了 穿了一個大洞 雖然當時李先生不在家裡 但朋友不幸受傷 把沙發放在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當天我朋友坐在那裡看電視 在正這個位置 剛剛對著現在這個洞 在那裡, 全部的壓力就飛了下來 全部的壓力就這樣直接飛了下來 就彈到整個梳化之類 包括你後面那裡, 都是壓力水 李先生朋友當時頭痛腿都有受傷 要送院治理 而醫生也說要幫腦部和神經線 做詳細檢查 雖然暫時沒什麼大礙 但當晚的心理陰影 絕對是難以想像 這條樓梯上來 這個位置是當天最嚴重的位置 到現在的壓力我還沒清完 這裡這個位置是書桌 電腦、文件等全部放在這裡 椅子在這裡 所有東西都在這裡 這個位置是窄到一隻 壓力這個位置上去正中間 正在看電視梳化 我剛才指的位置 全部都是碎 現在你看到右邊這兩個架 原本就是放在這裡, 一排過 我一排過 由我現在的架排到這裡轉彎 其實這裡原本全部都是玩具 現在這裡的就是我的工具 我可以讓你看看 這些都爛了, 看著它浸了 有些箱子, 裡面的箱子 全部都已經進入水 箱子就是我上面的膠箱 全部都進入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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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生在臨天台後 曾經檢查過木糧 發現根本就已經腐爛 有些還變形 你看到嗎? 木糧, 這些是鑄光的, 鑄光的 鑄光的, 鑄光的, 鑄光的 鑄光的鑄光給我, 鑄光的赤膿 我覺得是耳光的, 鑄光的 這是鑄光的, 鑄光的 鑄光的鑄光, 鑄光的鑄光 那種鑄光的鑄光 都是鑄光的鑄光的鑄光 酷, 鑄光的鑄光 就是鑄光的鑄光 而在事後更加直接失蹤 臨房時有馬上跟業主說嗎 有,我傳給他男的業主和太太 找了一天,然後我再忍無可忍的情況 我就給了地產 你跟… 給了這段信息給地產 你跟業主說的時候 業主是無理你,直接回覆也沒有回覆你 地產代他回答的原因是 他不是香港,他不處理這件事 你接不接受呢?到這一刻 業主對你的所有態度或是會回覆 我是不接受,不過我就回來了 業主說會交給律師處理 但一直沒有律師聯絡李生 我們現在嘗試聯絡一下業主 現在不能夠聆聽你的電話 這個情況,租客應該怎樣做才好呢? 看看業主願不願意去作一個賠償 如果你是少於七萬五千元的 一般來說,我們就去小額前債 審財處那裡進行一個索償 但如果你的賠償金額要求很高,是多過七萬五千元的 但又小過三百萬的 我們可以去區域法院進行一個民事的索償 但如果業主僱藥網民的,他不理會的 我們可以向法庭申請一個,我們叫做缺席的裁決 拿了缺席裁決之後,你就勝算了 那就是業主就需要賠償相當的金錢 有時,如果你找不到業主 業主又不會出現 這個決席裁決,我們就登記在土地登記處那裡 如果登記了之後 換句話來說,我們俗稱叫做釘契 任何新的買家,或者新的租客 如果他是想買或者想租的時候 發現到原來有一個釘契在那裡 他就未必會賣,也未必會租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就會迫使業主出來 作為一個賠償 同時,六大狀都建議 租戶可以購買家居保險去保障自己 其實你怎麼都會民事殺上他 會,一定會 因為他財物,他沒有了 人受傷,也沒有關心他 對他,他覺得很難吞進口氣 我覺得我們做人應該有點人性 可能對這些是物件 他覺得物件是一件小事 但我覺得這件是一件小事 目前李先生已經找到公證行 結構工程師等 全面評估損失情況 之後會向業主追討 好